俄羅斯以間諜罪名審判俄裔美國記者 隔二十科為期 蘇漢文貝 俄羅斯檢察部批准起訴 已經在俄國被捕15個月的 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 在美國出生32歲的隔二十科為期 指控他涉嫌干犯間諜罪 最高可以判20年監禁 星期三進行閉門審訊 《華爾街日報》和美國政府強烈否認控罪 說這個完全是裂造的虛假指控 隔二十科為期 是蘇聯時期以後 在俄羅斯第一個因為間諜罪而被捕的西方記者 他被控按中情局指示 收集坦克工廠秘密情報